因為它除了標準的聲浪之外 它還有一個動能音效模式 這個聲音真的不一樣 還會放炮 你知道外面開的時候 還是一個好鄰居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Jacky 我們今天來到澎湖 是一架BMW全新大改款的X2 而且我們是把漲油車 所有一次試光給你看 包括20i以及M35i 所以說一定要看下去喔 那一樣直接把他整理出重點 首先第一個呢 全新的X2 我覺得跟上一代比起來 真的是太舒服了 真的不管是20i還是35i 那個舒適性的感受都很好 而且20i它整個Balance 我覺得更棒 所以實際上一般市區道路開的話 20i是真的非常非常推薦的喔 第一個重點是這台車的外觀改動 我覺得也非常非常明顯喔 跟上一代的X2相比呢 我覺得第二代的X2 就像是一個X4的縮小版 它把BMW很強調的那種SAV 那種鞋背的SUV那種風格 完全都融入在這裡面了 而且很重要的一點是 不管是20i還是M35i 它全部都直接標配 M10 Pro的外觀套件 所以說你要帥 就直接買到X2就對了 第三個呢 那我們來討論一下這台車 實用性的方面喔 首先呢它的空間很大 它的行李箱甚至比iX1還大 這個是很讓人家意外的喔 另外呢車載系統 就直接申請到OS9喔 所以說第三方的APP 也可以直接支援 想知道更詳細的嗎 來上車試給你看 不曉得大家對於上一代X2 還沒有印象 我們試駕的時候 大概是七八年前吧 那一代X2給人家感受 真的太強烈喔 它就是一台直來直往的 夾高版高卡 操控性真的很棒 100分 但是舒適度就是0分喔 那我們現在換到這台新的X2 你會發現喔 整個設定基本上就是反過來了 首先呢 它整個底盤設定 關於舒適度方面 我覺得調校是非常非常好的喔 它跟X1是採用相同的底盤配置 但是我覺得 它整個懸吊在處理路感的時候 我覺得 濾震效果非常非常好 如果說X1大概是60分的話 我覺得這台一定也至少有50分的水準 它可以盡量把路面的一些 稅震感給消滅掉 但是還是保留給你 基本該有的路面資訊 這些是非常清晰很OK的喔 而且呢這台車 我覺得它在轉彎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一定會有一定比例的側傾 這是沒有辦法的 可是它在轉向的時候 基本上側傾壓到一定程度 它就撐住了 等於說不管是舒適性 還是操控性的表現 我覺得都會非常非常好 那既然提到操控性 這台X2有個地方很願意喜歡 就是它整個轉向手感 我覺得調校的非常非常好 我們之前試到X1的時候 我們發現那台車轉向手感 就真的有點太輕了喔 現在把它改的我覺得略為重手 就跟我們當初以前習慣的那個樣子 是很像的時候 就會發現 不管是車頭指向式或是轉向的手感 我覺得都非常非常好 而且轉向手感偏重有什麼好處 基本上它讓你在控制車輛的時候 會更為簡單 X1你會覺得 哇要很細膩的去控制 不然車輛很容易左撩右晃 但X2也完全不會 等於說你要慢慢開 要輕鬆開 要舒服開的時候 很容易 那你要開快 要開得很緊繃 很戰鬥的時候 你又很好去抓你的 轉向的一些線路 所以我覺得這樣整個設定 是非常非常棒的喔 我們現在試駕這台20i喔 它所搭載的引擎 是1.5升的三缸 而且呢還有一個48V的輕油墊加入喔 所以說它的最大馬力是106P 最大扭力呢 則是24.5公斤米喔 不要問我說這樣的數據 我覺得表現其實沒有到很好 但是你說它的動力夠不夠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我猜給你看 它很簡單 你只要等它一下 它一keydown之後 你會發現 它的提速是非常非常順暢的喔 你基本上 需要等待的時間是不多的喔 而且有一個東西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這個加速過程 我覺得它調校得 非常非常線性跟細膩喔 有一大部分是 歸功於它的七速雙零合器變速箱 這個雙零合器變速箱 在換檔的時候 絕對沒有像DSG一樣 拳拳到肉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它的性能感 運動感少了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它是很刻意 把它調的跟八速的手自排 比較像的 比如說你在開的時候 你會覺得 很像以前在開三系列 或五系列那種 很舒適很順暢的那種感受 這台X2我覺得也是有保留下來的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要要求 它加速很快的話 不好意思 這台20i它連帶來加速 就是8.3秒而已 可是我覺得 對應上這台車的車格 其實也夠了啦 但是你真的要把它開得很快 或是你就是 我就是一個性能派的人 那沒辦法 你只能買到M35i了 這台車我覺得一般代步 或是偶爾泡泡山路 都非常非常OK 我們現在換到M35i上面 我們當初對這台車的預期 一定就是 它一定很戰鬥 一定開起來非常非常瘋癲 可是不是喔 跟當初的那台X2比起來 即便是E8i 它的那種懸吊硬朗程度 都跟這台X5i比起來 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說這台車 整個這樣開起來 還是覺得 它的舒適性表現 還是非常非常好 這個是真的很讓人家意外的 但是說 你要把這台車開得很戰鬥 它一定也可以 而且它的懸吊的那種 整個調校 跟我們一開始早上 試駕那台20i比起來 你就會發現 那台懸吊如果它的 硬朗程度大概是6成的話 這個就有大概7成5 8成左右 等於說它的路感一定會更多 路面資訊一定會更清楚 而且轉向的那個 整個車身的側傾的角度 我覺得也會比較小 所以說這台車是很符合 你對於一台性能車 或是說性能的SUV的要求 這台車有一個地方調校 我很喜歡 就是它整個Balance設定 我覺得非常非常好 它就是一個M款的MPA的車子 所以說 它的運動取向是非常非常鮮明的 但是在運動很鮮明的狀態下 也絕對不會到不舒服 所以這整個這樣調配 我覺得就是符合你 對於一個性能車的要求 這個我覺得真的是很棒的 而且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它的動力系統 它搭載你的隔世B48 2.0的四缸污輪增壓引擎 而且沒有48匹 最大馬力300匹 最大扭力的只是40.8公斤米 所以它就是一個最純粹的機械 最純粹的燃油引擎 這樣開起來感受上是真的很好的 而且我們來踩一下試試看 對不對 那個動力瞬間就出來了 這個加速的感受上面 跟20i絕對是天壤之別 而且我們現在在澎湖麻痺境 就是一個相對來說車比較少的地方 我們當初在開20i的時候 很多路況下我們覺得要開得比較順暢 可能油門要到七八層左右 但是我們現在開這台車 大概三層就夠了 這就是這兩台車上面動力的差別 而且我覺得它有一個地方調校的 我覺得還不錯的地方 是它的換檔也沒有到真的多硬派 也不會像我們最一開始的那種 M135那樣子 非常直來直往 我覺得都不會 它還是保有給你一個 很基本程度的舒適性表現 等於說你開這台車 你要做任何事情其實也都是OK的 它不會純然就是一個戰鬥機器 不會 至於這台車的變速箱 基本上就跟20i是一樣 都是採用七速雙離合器的版本 而且它的整個調校 其實也不會像DSU一樣 這麼全全倒落 我覺得這就是應該說 BMW他們家族 這個七速雙離合器系統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相對來說換檔是比較溫和的 可是因為它的動力夠大 所以它的加速夠快 那你這樣在開的時候 我覺得整個順暢感受也是很好的 那另外一點 這台車它大載的是四輪驅動系統 因為它是前驅車的設定 比如說它的四驅 雖然在這台車開的時候 操控感會更好的 它的後輪循跡性 也會比20i好上了不少 那等於說你真的要追求一些比較快的彎速的話 這台車的設定絕對是更棒更適合的 X2的M35i我覺得它動力絕對是夠強的 而且操控也很精準 還有20i所沒有的四輪驅動系統 所以怎樣搭配起來 我覺得如果你真是要買一台 開起來夠快夠爽的話 M35i絕對沒有問題 而且有一點是20i辦不到的 就是它有一個聲光效果 它有一個動能音效模式 開起來後從原本的四缸直接變V8了 而且你退檔的時候還會放炮 你有聽到嗎 而且這個放炮聲我覺得有一個東西要跟大家講 它是一個自己爽的模式 等於說你在外面還是好隱居 因為外面聽不到 你就在別人車內自己放炮自己爽就好了 是不是很棒啊 X2算是全新車 它整個車內內裝的鋪陳以及架構 基本上都跟X1是差不多的 像這個10.25吋的數位儀表 以中控螢幕是10.7吋 組合成一個曲面螢幕 而且最大的升級就是換上OS9 所以這是我們想要跟大家講的重點 那OS9有一個最新的升級 就是它可以支援第三方的APP 但在這邊有一個東西需要跟大家更新一下 就是我們當時在iX1的時候 因為它那個時候沒有下載任何的APP 所以我們認為它還沒有開啟 可是那個時候其實就已經可以開啟使用了 使用方式其實很簡單 你點到選單裡面也知道 所有的應用程式 就有一個互聯駕駛的商店 點進去之後呢 它目前可以提供給你26個APP去使用 那前三個月都是免費的 所以說你可以去想想看 你有什麼更多的新的功能 或是想要用的APP 都可以在那邊下載 像是一些娛樂啊 或是打電動什麼都可以 而且還有一個Spotify可以使用 而且那個Spotify我覺得很棒的是 它可以支援你兩個帳號去使用 你說你如果女朋友坐旁邊 他想要連他的帳號也是OK的喔 那另外呢 這個功能基本上前三個月是免費 剛剛有跟大家提到 那可是你之後 上一月之後要續訂的話 它一年就是2200塊 所以這個大家自己去考慮一下喔 全新的X2跟上一代相比 它的車格成長真的不只大上了一號喔 首先它的車款與車高都有明顯的增長 最有感的就是它的車長部分 成長了19.4公分喔 現在來到了4554mm 那軸距則是保持跟X1一樣 是2692mm 所以說它這不管是後座空間 以及吸引箱表現都會非常非常好 那以後座方面來說呢 我覺得它的吸入空間 基本上跟X1差不多 但是頭部空間方面 就一定是X1表現來的比較好 畢竟X1沒有鞋背那種設計 所以它整個裡面車內的高度 以及開闊感都會比X2表現來的好 那以我個人185公分 坐在後座你會發現 我基本上頭已經即將要觸點了 等於說如果你身高真的比較高大 比較快的話 坐在這台車壓迫感 我覺得會比較重 可是X5i有一個好處 它標配的全景天窗 那20i則是要選配的 那這個方面 對於你的車內開闊感 也是會有幫助的 但是就要自己去斟酌一下 要不要去選配 或是直接買到X5i了 全新X2表現真的很讓人家驚喜 不管它整個舒適度表現 還有行李箱空間表現 真的都是很強的 以我們今天試駕這台M35i來說的話 它在五人座的狀態下 行李箱的容積是560公升 這個真的很誇張 比X1還大 而且即便是20i 它也有515公升 它還是比X1還大 那如果說你把全部的椅背放倒之後 它最大可以扣動到1470 這個時候X1的表現就會比較好 所以說這個大家自己去選擇一下 自己去想一下 你在使用的時候是放倒比較多 還是立起來比較多 那一樣我們放一個 我們自己的行李箱給大家參考 放進去後發現 你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它的行李箱空間表現會這麼好 因為它的深度真的是太夠 然後裡面的平整性表現也很好 那我們來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35i跟20i 會有空間上差了45公升 首先呢它的底板打開之後呢 可以在扇上先一段 而且可以固定住 這個真的很棒 裡面就是一個超大的空間 你要放什麼東西都OK 我們來看一下20i 20i在底板放下來的狀態下 跟35是完全一樣的 但是呢 它的底板只能開到這裡 就不能再開了 因為20i有配一個48B 所以說後面卡了一個48B的電池 這就是空間上最根本的差異了 在影片的最後呢 還是要跟大家談一下 插兔它整個外觀上面的改變 首先呢它的車頭設計 跟以往都不一樣 而且它的水箱護照 我覺得比例非常非常適中 尤其是M35i 它還有一個發光的飾調 夜晚的辨識度是真的很好的 那車尾部分呢 它的整個尾燈也是編在首件的 所以說它整個造型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強硬的 而且你買到新車 一定就是要有新車感嘛 那我覺得以全新的X2來說 它的新車感真的很強烈 開在路上 大家就一眼認出 這是新的 這是X2 那現在呢一樣 幫大家統整一下 整個X2它的表現好了 首先 舒適性是真的沒有話講的 不管是20i還是M35i 的舒適性表現 都跟上個代史相比 超級好 是真的很棒的 那如果說你不知道 X1跟X2 這兩個之間要怎麼選的話 畢竟是同一個底盤嘛 我只能告訴你 整個X2它的調教 是更偏向運動化的 那X1就是非常非常家庭化那種設定 畢竟後座空間比較大 而且整個開起來那種舒適度 也會比這兩台X2比較好 但是呢 你想要運動感受的話 X2表現是絕對不會讓你失望的 而且呢 如果說你是一個Beamer 你買到BMW 就是要有傳統的氣候引擎 就是要高Tune的話 不好意思 M35i只有X2才有 那我相信 你要選擇就會很明確了吧 那關於X2或是X1 你該怎麼選擇 我們很好奇也很歡迎 你們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那最後要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跟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就下次次再見啦 掰掰